老闆講 當老闆的人請你說話 你馬上就說啊 你是沒有太大前頭的 老闆說有意見嗎 你說沒有 那個信息是說 我尊重你 你真的要我說 我一定說 你不要我說 我就不說 我們一定要有一段推透拉的過程 否則這個人就是很吃虧的 老闆說有意見嗎 你就說一大堆 他就開始跟別人說話了 他根本不聽你 因為中國人知道最高明的就是在公眾不說 然後私底下到老闆 辦公室跟他密談兩個小時 這個人是罪惡前頭 你要造成這樣的機會 不說不說 才不會亂說 不要不要 才不會亂要 這樣可以完全了解 外國人送你禮 你馬上說要或者不要 你會表現得很清楚 中國人不會 中國人送你禮 你說不要 千萬不要 那麼客氣幹什麼 好的好的 放哪裡好了 你到底要不要 不知道 站在不要不要的立場來要 才不會亂要 才不會要的去坐牢 很多人就是要去坐牢 連要的本事都沒有 一直在要 這樣就對了 你慢慢去體會 你慢慢去體會 你慢慢去體會